买道具卡陪惨纳豆枪声要拉赞助!为加薪失心风罩正评不息。 还是外景实境锦赛节目综艺三国至今,三十一分之三,将推出加减薪挑战赛,开放十二位主持人自己争取机会,只要赢得游戏便可加薪5%再外加36000元奖金,但若是闯关失败则必须被扣薪2%。 录影才进行第一关所有人便通通减减薪百分之二,一想到若是连续五关失败损失可会不小,顿时让现场一片愁云惨物,更有人质疑是假加薪知名行扣薪之时,最惨的莫过于节目中财神纳豆,开播以来买道具卡已花了18万,但加薪幅度仅微调1.3%, 相较于其他人陆续调整10%至30%不等差距相当悬殊,让他率先发难,这根本不符合比例原则吗?不然帮你们拉赞助好了,王稍微也建议制作单位,到底想减薪多少直接讲,我们好好坐下来谈个数字,后面都不要录了。 大火狂赞好主意。 即使大火一口同声只喊不录了,但赵正平仍然领持著正能量,认为节目调奖游戏难度,不仅加薪又加码奖金规则合理, 向制作单位表示支持并暖心喊话,我还是喜欢录这个节目,综艺三国志I love you,快才说完立即遭所有人打罚,制作人也立刻送上一张加薪卡让他乐得手舞足蹈,也为此和所有主持人划清界限, 为了弥补赵正平遭众人排挤,节目也陆续加赠加薪卡,让赵正平更乐得脱口说出,我要为了制作人离婚,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直骂,你是人吗? 这种话也讲得出来,为了一点钱连婚姻都不要了。 让赵正平也有点不好意思笑说,我没有想到会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灵魂,刚刚那样是失控了。